好问题上天堂 外问题会翻船 求职面试五大地雷提问 毕业季 新鲜人想避免加里蹲 面试技巧更关键 人力银行业者说 新鲜人求职面试 能主动发问并问出好问题 有机会闲于翻身脱颖而出 不过 如果问到地雷问题 也可能应勾力翻船 104人力银行 整理出求职者面试五大地雷问题 请问一下我的薪水 可以再多一点吗 因为其实你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所以这个新鲜人的起薪 针对这个职务 我们给到两万八三万 已经是非常高了 公司外面好像都是工业区 那中午吃饭的话 是有什么样的选择吗 这个职务在公司是可以轮掉的吗 请问一下我刚刚的表现还可以吗 就有可能被录取吗 我没有问题要问了 人类银行业者说 像轮掉加薪等问题 不是不能问 但可以换个方式问 有些企业对提问轮掉 有不同看法 市场他有提出说 我未来有没有轮掉的机会 那这会被这个主考官解读成 这一个人是具有弹性的 练试者他主动提出 希望在第一线有更多的这个历练 这都会被主考官解读成 是比较耐操 然后愿意接受工作上的各种挑战 8月也将举办真材活动的网品说 面试的时候呢 关于自身的权益 包含这一支 以及是否轮掉 可以用不同的话术 叫委婉的去陈述 去询问面试者 问对这几个好问题 会让你有在面试的时候 加分的效果 比如说你可以问面试官说 担任这个职务的新鲜人 他进来之后 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或是挑战 企业主说 不建议在一面试时就问 可不可以准时下班 收价都不多 容易给面试官负面印象 可以从工作未来的这种 来的发展 未来没有深迁的机会 或是怎样展现 未来这个工作的这个价值 动新闻报导 苹果爆料第二周冠军出炉 广告杂众捷运车厢 点月率最高22万9千4 恭喜陈小姐读得奖金20万元 选举BRG车站钢筋外露 恭喜读者郭先生读得奖金10万元 6月每周送出20万 月冠军大奖200万 等着你